侯爷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怎么这么好啊 没事 没事 欧公子 我今日说的都是真心话 该退出仙灵阁的人是我 你真的不用走 你先不要急着做出决定 近来我也一直在思虑此事 我是徐家人 我必须要顾忌侯爷和徐家的感受 此事与你无关 你跟我来 跟我来 你可还记得 修这副绣品的时候 还是怎样的心情 你没心自问 若是以后 像这般偶心沥血的作品 只能藏于生归之中 你的心思 你的技巧 都无法再传承于是 帮助他人 你真的感谢我 永平侯 侯爷 你怎么来了 天色晚了 该回家了 你先上把车等我 你先上把车等我 我没事侯爷 酒劲好像才刚刚上来 今日是简师傅的生辰 所以一不小心就多喝了两杯 你实属不应该与外人喝酒 你知道你是许家竹木吗 都是我思虑不住 那侯爷要是愿意陪我喝 我也愿意在家中喝的 好啊 我陪你喝 这里的酒 跟辛林格的酒比起来如何 自然是家里的酒好喝 那比起许家 你更愿意在辛林格那里喝酒 对吧 比 没有 不是 我没有不喜欢许家 我跟你说 我小时候在罗家 并不快乐 战战兢兢的 新的简师傅收我为徒 教我刺绣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 就老往心灵都不好 我在那里可开心了 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又轻松又自在 不过我认真的想了想 不过我认真的想了想 我现在是许家竹母 我得以许家为主 如果家里人不喜欢 那我 那我就推出仙林格 从今往后 我会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家里 我 从来也没觉得你在仙林格 会疏忽我们许家 所以 你也不用顾虑太多 不 仙林格 你若是 真喜欢 你便继续留下 有我在一日 你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 侯爷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怎么这么好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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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上次 死伤了你 我很后悔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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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事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是一娘 好 你 你总是这般小心翼翼地对待我 甚至不惜退出仙林格 究竟是在乎我 还是仅仅因为心存愧疚呢 我可以 spiritual步 自己下不停归 我可以转过去 你听到我小子的路子 我还是不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